美国之邦最盛大的夏日饗宴全明星赛 7月12号是在西雅图登场 美联明星队跟国联明星队 两队的球员阵容都心度十足 不过最后是由国联队笑到最后 因为替补上场的Elias Diaz 他在八局上航出一支逆转的两分炮 帮助国联拿下相隔十年的明星赛胜利 夏日的棒球嘉年华 大联盟全明星赛热热闹闹 美联明星队排出阳机王牌Garriko 先把灯板甩下 相对着阵容一字排开 无论是准备打击还是等待守备的球员 都是人气高或是在场上的实力有够好 来看看开局这两个五星级美季就知道 这就是明星赛 你看第一个防守 完全不敢置信 防守上心一方到中外眼 这个球一个是一个反方向的飞球 All right Arosarena 连续两个角落的深远飞球 打得真的是让Garriko 要感谢两位角落的外眼手 这对古巴外眼双人主 Adole Scarsia 跟Randy Arosarena 他们不但是同相好 也曾经许下愿望 要一起参加明星赛 如今美目全真 他们还背靠背上演撞墙截杀美季 好曼迹有默契 还双手交叉在胸前庆祝 其实明星赛还玩了一些小花样 那位球员身上都装了mini mind 刚刚被美季截杀的Freddie Freeman心有不甘 竟然跑去找Arosarena 喷了垃圾花 那比赛到底打得如何呢 有两个姓DS的男人成为明星赛的焦点 因为是效力光芒 分在美联明星队的Yan DDS 这一球打得扎实了 过大强刚好过 Yan DDS先在二局下 航出solo home run 帮助美联拿下第一分 但真正当英雄的是另外一个DS Alias DS在八局上替补上阵 一次踏上打击区的机会 就让全世界记住他 这球被站起来 这球被带起来 过大强 两分炮 Alias DS一棒逆转的两分炮 帮助国联以3比2翻盘 终于不再是输球回家 国联明星队终结明星赛的9连败 相隔10年后终于赢球啦 欢迎新闻陈一伟 林志卫报道